特日星空目前已经第一季播出过半 可以看到作为制作方的玄机并没有完全照搬原著 比如女主徐心在原著中就是一个鉴用花瓶 存在感很低 但玄机似乎想特意播高女主的地位来吸引观众 于是增加了徐心气氛 不仅在罗峰入狱后积极营救 后面还深入荒野区和罗峰互动 而剧情发展到现在 原著小说第一个高潮千亿悬赏就要来了 这次改动有点大 你们能接受吗 原著之中李薇也没有那么可恶 来荒野区更多的是为历练和突破 对于罗峰并没有什么杀心 真正要置罗峰于死地的是张泽虎和虎牙小队 后来张泽虎被罗峰干掉了 但倒霉的是 罗峰在取得铁甲龙弹只 一头撞进了李薇等人休息的地方 从而引来了虎牙小队的追杀 而到这时候 这位李薇少爷都不算太坏 但到了动画中 无疑被刻画得太坏了 变成了一个十分嫉妒和凶恶的小人 还对罗峰说 有比我更优秀的天才存在 李薇要夫妇的千亿悬赏 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种改动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